就是我们的那个缩写 然后 总共有缩写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check in的日期缩写的那个是是吗然后再 住几天 另外他的first name是什么所以基本上会有四个部分的资料 那分别把这四个资料分别把它做出来了所以第1个 那我要产生第1个插他的这个 这个的缩写那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一样找到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v-line数 然后查这个 去哪边查呢去hotel detail所以按F3 那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叫hotel detail的一个这个名称这个 对照表那他一定是第1栏一定是他的全称 第2栏的话呢知道他缩写所以我要取的是第2栏 比对方式的话那是完全比对所以输入0 他就把那他的缩写叫什么 我看确定 好那上来后面再一个minus符号所以 创接 and 然后呢一个minus的符号 在and什么呢 这个他的check in的日期 但是呢我要把那个check in的日期变成是 日月跟日 而且是两码所以我可以用test函数 钱瓜糊 然后呢抓到check in的日期 但是我不要年我只要月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什么mm dd OK这个格式啊 把它打勾 那基本上他会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月跟日 如果没有 买两码的话各位数就自动补零 OK 0106 然后and 再来就是说呢 他住几晚那就把 check out的日期 再减掉 check in的日期 再加上一天 因为呢 check out减check in是几晚 可是我要是几天 几天 三天两夜 OK 那把它打勾 OK 少一个那个minus符号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minus符号 借用一下 放在这边 OK打勾一下 好 然后再串什么and 他的那个firstname OK firstname 那就把这个firstname加上去 还是要再串一个minus符号所以and 这个 算一下 OK好打勾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bookingid就完成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特别注意啊你前面的bookingid要先做对啊如果你前面的bookingid如果做错 后面你就查不到了因为那个名称 然后之前有同学就是少中间少像我刚刚一样了少一个minus符号 看起来都对了好像就那就少一个东西 要不然就是好像里面 格式上面有错还怎么样啊后面都查不到所以第1个 把bookingid先做出来 第2个的话就是 根据这个的bookingid 反查 那反查特别重要 它的name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 特别重要我们一样用vip函数 vip函数里面呢 那查什么 点错了 这个地方一样是用vip函数 那查的话一定是查这个bookingid的 其实将来如果要查的话 但一般性都查那个他的id 那 Table rate的话基本上 我们会查前面的booking 所以呢booking要查name 所以你可以切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booking 在这里面有f3 实际上这个整个总表就是booking 然后按确定再来的话 切过来啦 实际上1 那我要查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基本要查的是name 那name的话基本上 有他的firstname跟他的sername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需要 查的是这个总表里面第几栏呢 A 他的firstname 在这里 h 所以678 OK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给他一个第8栏 然后比对方式的话呢 应该要完全一样 所以输入0 好这个时候呢查出他的信 按确定 那中间的话呢 需要一个空白 所以and 再一个空白 再and什么呢 其实就是 后面那一个 他的 名 所以sername的部分的话 那我就把这边改成第9栏就可以了 因为 信 再来就是名 OK打勾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查出他的那个全名 向下填满 那roon number的话 其实 跟这边是第6啦 所以其实这个roon number很简单 干脆把刚公式把它贴上 改成6就可以了 就查第6栏 有没有roon number 查出来 那几晚的话呢 其实就怎么样 把他的那个 checkout日期 减掉 check in日期 就是几晚 所以基本上就是第5减掉 第4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也是 用刚刚的公式 把这个改成第5 然后把它减掉 改成第4就可以了 5减4 那因为呢日期减日期啊 因为也是数字减数字啊 所以回来一样会是几晚 那price的话 比较麻烦 因为price 他是去找哪一个哪一个呢 其实他去找这个 looking up price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缩写 加上一个minus符号 哪一个 哪一个房间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查的话基本上 需要先 把什么呢 把前面的缩写先 其实应该是前面 干脆三个字 再串那个run number 串完之后呢 再去刚刚那个对照表里面查 就可以查出我们要的 所以 其实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做啦 第一个就是 先怎么样 先用插入函数里面用文字函数好了 我们文字里面的可以用laps函数 那laps函数的话呢 可以先抓什么 抓这个里面的三个字 有没有 g1 dash一个minus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串接 end什么呢 end他的run number 打勾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利用这个东西呢 其实把他剪下 插入一个 我们的那个 vran数 然后查这个东西 你去哪边查呢 f3 里面会有一个 叫做looking price的 这个 lookup price 这个 lookup price 这个 那里面的话就是他的那个 桌写加上房间多少钱 然后 然后 比 第2栏 0 OK 38 向下填满 那 总总 total应该多少 就是等于什么 几晚 乘上 这个price 打勾 他应该付的 金额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 看是其实很复杂了 主要就是第1个你要把这个 booking id做完 再去查 后面总共有 5个栏位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你只要懂得活用 在isail里面 也可以做到具备有像 资料库的 这样的 处理方式 那其实以往像这东西 可能都会在资料库里面去实作 可是后来发现 在isail里面 他做起来其实也比较也没有说特别复杂 那方便性蛮高的 所以 慢慢的 在isail里面 很多功能 甚至可以取代以往 你可能需要 资料库才能完成的事情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 试着把那个饭店 管理部分 把它完成 试试看